的期许,因为我这个课程最早其实是开在推广部的,对象是上班族,就是直接就是会面对那个灌老板或者坏老板的缘,他会来学,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发现不会不行,OK,然后呢就不能怎么样,一定要一直加班,那工作没有办法去,所以我就特别标,自然就是什么,他一定加班,所以一定要学,怎么样提高效率。 那当然不惬意,当然自然要学,OK,那另外的话呢,你将来如果要转职的话,转职一定要筹码,筹码就是你有没有其他专业技能,那当然你前提就是你要会够专业,pro啦,OK,所以要怎么样够专业啦,OK,所以呢还是要学习,所以你会发现啦,毕业之后好像战场,真的马上就知道说自己好多东西不足啊,有没有,你用了才知道说自己好多东西不够啦,OK,所以就是要学啦, 然后所以呢,我们目标大概这样,就是至少把那个内建的250几个函数怎么样,把它学会,那透过理解喔,OK,特别是我一直强调理解,因为呢,你如果理解了,你就不用背,因为很直接嘛,你就说哦,原来他该什么动作,我就给什么资料,他就给我应该有的答案,那就OK了, 另外的话呢,可能进一步的话,可以再写VBA,那VBA其实就是一个程式啦,叫Visual Basics for Excel的Application,意思就是说哦,你以前滑鼠键盘啊,有没有,做的动作哦,你通通都可以把它写成程式,那以后程式一段,全部事情就解决了,你说你一整天做了事情,滑鼠键盘都OK,然后全部把它写成一个程式,然后按个按钮, 这事情就搞定了,感觉就还蛮好的,其实哦,对我来说啦,程式最大的那个什么,这个冲击就是说,哇,太有成就感了,简直就是事情一下就马上搞定了,那让我感觉就是很多事情可以,所谓的一饶永逸啊,有没有,就不用再一直不断的,就是什么,不断的循环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讨厌一直做重复浪费时间的事情的人的话,那我建议哦,你可以把程式学好,不过学程式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要有点天分吗,我搞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啊,可能天分是除外啊,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要细心,因为不能错,一个字都不能错哦,哪怕你里面是99分,但是错一个字很抱歉,还是没办法执行 第二个的话,可能要记的东西甚至也蛮多的哦,所以你可能,我觉得还是要有记忆力好一点嘛,我觉得我以前好处是记性特别好,好像看过的程式哦,哎,几乎都可以大概不忘啦,OK,当然也不是不忘啦,可是我后来发现还是要用,用那个什么,哎,理解的啦,OK,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了,那其他大概就是,哎,录制聚集,如果你假设你不会自己写程式,你可以用录的, 他也会,哎,ECL里面呢,也会帮你把你做过的动作,录制成聚集,变成程式,OK,如果你不会写的程式哦,哎,其实也可以用录制的,他也可以自动帮你产生程式,那这一点我是觉得,如果跟其他的程式语言比起来,哇,这一点其实基本上是优点,太大优点,因为其他语言,没有一个语言是可以录制聚集的哦,所以哦,这一点也是,哎,ECL里面VVA的特色哦,OK哦, 那当然如果跟其他的语言比起来,像现在最夯的Python,我发现,哇,去逛书店的时候,那个Python的书,整个全部都Python,好像整语言只有Python嘛,没有啦,因为他现在最夯嘛,当道嘛,OK哦,那你说跟他比起来有什么差别,跟各位讲啦,当然呢,ECL友友善太多了,因为你还可以用滑鼠键盘看得到资料,但是Python是完全看不到资料, 全部东西都要写程式才能完成,哦,所以呢,以那个,自虐的指数来看哦,学Python应该是自虐指数比较高一点,比较痛苦啦,OK哦,那,不过我建议啦,你可以渐进的,因为两者其实都在处理一样的动作,就是资料,处理,都是在处理资料,那,所以你可以渐进的,比如说你这个学好之后, 你觉得这个不够了,没关系,你再去学,也OK,哦,因为毕竟我是觉得这东西会相较于Python,是简单还蛮多的啦,哦,光什么,光把环境打开好了,哎,VPS什么事都不用做,打开ECL就有了,那Python的话,你还要安装一堆东西,哦,而且很多时候还要下指令人,对一般来说还是蛮遥远的,但是我建议啦,越难的东西越有挑战性,越有挑战性的东西就越专业啦, 什么叫专业,就是别人不会,我会,那我就很专业了,你找不到别人嘛,所以在那个人力市场里面哦,什么人的薪资最高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那个专业技能哦,会的人越少,他的薪资一定也就越高,好,基本上都相对的哦,那如果在人力市场里面哦,大家都会,那你也会,是不是啊 那你,反正我找,找A,找B,找C都一样,那我当然就是给他们一个都可以接受的最低薪资就好了嘛,我干嘛要提高薪资呢 但是如果今天相反的,哎,如果要找到一个人哦,哦,这个他的专业技能要这个,可能学历要多少,哦,最top的,然后他的经验要多少,然后他的技能要多少,哦,都调很高对哦,最后发现哦,好像筛选出来 没有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只有各位数字个,那你要怎么,因为你要人才嘛,那你要怎么办,叫他一定要来呢 你要吸引他嘛,那最大的诱因就是什么,提高薪资嘛,对哦,你说给你很高薪资,你要不要来,OK,哎,他当然会动心嘛 对,那当然呢,或许可以吸引到比较多人 所以像很多工作比较高薪的,像医生好了,为什么要给那么高薪水 因为医生其实是,当然如果疫情底下哦,可以一定是有风险的嘛 而且哦,如果从最早的那个什么,住院医师开始啊,哇,他卖肝耶 基本上他,他每天值班的时速都超过十几个小时耶 而且他可能睡觉的时间,一天可能都不超过几个小时耶 他慢慢才能够在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前,你还要慢慢那个历程,你才会办法上去耶 OK,所以,大概相对的啦 所以你要看到,每个人有他的高薪前面,其实当然有他辛苦的地方 像台阶员工也这样,薪资都绝对,大部分都超过十万块一个月的 可是呢,他工作时间也超过十个小时以上 对,而且要on call,什么叫on call,打电话,你这样马上来 OK,你愿不愿意,如果一个月给你超过十万块的话 而且哦,你还不能乱跑,你不能出国 OK,那这就是一种选项了 OK,那这样来的话,其他就是有一些像爬虫了 不过后面越后面越困难 甚至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资料的视觉化 什么叫视觉化 就是说以后的大数据嘛,那么大量的资料 那如果说你今天看到一堆数字啊 你可能没办法理解,那这背后表是什么 可是你画个图给他看 那可以马上就知道了 原来这个资料背后是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治安好了 到底历年来治安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可能人家就给你一堆资料 但问题你最后画个图,画折线图就知道了 比如历年哦,他的治安 他的数量越来越低,那就表示治安越来越好 有没有,折线图一直往上标 那就表示他的治安越来越差嘛 这是相对的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把图画出来 当然没有人会喜欢说 直接去看那个数字啦 那实在太累了 就像说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其实也有一道题目啦 你们其实哦,如果实在找不到资料 那其中的话,当然有台北市的 Google Map,配合那个Map 对于治安有变好 在科B上任之后呢 到底治安变好还是变不好呢 当然一般是讨厌他 好差哦,治安很烂耶 对不对哦 如果喜欢他,好棒棒哦 对不对哦 那个阿伯上任之后 哦,都把那个治安弄得非常好 问题有没有客观一点啦 对不对,而且你看那个新闻媒体也是一样 每一家报道都不一样 哦,没有 如果你看到中天之后 你再转到三例 哦,你想 怎么一个同样 在,是同一个新闻吗 怎么好像两样 报道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报道差异 因为他没有立场 对哦 那怎么样比较能够客观 数据最客观嘛 OK 所以要怎么样透过数据 马上知道结果 哦,你们可以找找看 像这个啊 你可以开放资料里面找窃盗 有没有 那你就马上可以知道啦 那这个怎么做 一次有多个工具 比如说这边 其实我是抓这个啦 台北市的住宅窃盗 有没有 然后里面 这边就有一个下载的一个资料 但是他给的资料 就是原始资料 有没有 CSV 那你可以下载它之后打开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资料打开之后的话 它是原始资料 它没办法变成一个 像刚刚看到的这样的资料 可是要怎么样 很快可以把它变成像这样 因为其实 一般人说真的 你给他看的数据 他完全没办法理解 但是你看这个 很清楚耶 可是问题怎么做 这就重点了 好 那请各位待会的话 稍微把那个 这个地方 来稍微看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其实都有 那并且开启这个档案 那试着也注重看前面 REPT 跟LEN等等的相关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下一节课 我们接着继续再来看 好 好 中文字幕——YK